看一個這個Pickup的螢幕截取 那您從桌面上也可以 或者我們的這個檔案連結面這裡 那你進去之後呢有一個執行檔而已 執行檔你執行了之後呢會像下面這個一樣 有沒有 有一個這個 好那如果說你的是在這邊我有 這裡 螢幕 影像這裡 好這裡有一個 你如果是 解壓桌的好如果你到網站上下來像這樣子 點開有沒有一個Pickup 執行就好了那麼他已經是中文的 所以呢你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點開就像這樣子 那點開之後呢你要抓圖其實蠻單純的因為其實有些時候我們就是需要抓螢幕上的畫面嘛 所以呢你切換到你要的畫面之後 來這邊 螢幕截取 最常見我們就是舉行區域 你說我沒有這些工具可不可以用也可以啊Print screen嘛 可是畢竟那個就是要全螢幕 所以比較麻煩那你看我們點了這個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範圍用拖曳的方式就把它選起來 有沒有真的抓起來了 那如果你有看到我們今天那個協作平台上你看這裡 我有很認真教你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有沒有 第三個步驟對不對 那這個怎麼做 在他裡面很簡單 你看先把顏色選好 哪邊要框的 這裡有框框 有圖形有沒有 你就看你是要舉行的 好我就是這個地方框起來 那這個都還可以改 都還可以改或者你要用上面的圓角的 這樣比較可愛一點 也可以 那好了之後 有沒有這裡有個要圖章 對不對 這裡有一些 這裡是步驟1 選好你的樣式 好這裡是步驟2 這樣可以吧 你不一定要從1開始 這裡也可以改 有沒有 形狀啊 這裡也可以 這樣沒問題吧 簡單 好那 所以呢 最常用的 我還會用那個就是這種 曲線 因為 這樣子有時候不好看 所以我會 這樣不好看我就會搭配這個曲線 自己拉一下 這樣簡單嗎 好看一點嘛 那你還可以加上那個 他有一些特效啊 調整大小你可以 那如果你想要加一點邊框 這裡有外框 就可以加一點框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這免費的 那你抓了一個之後你可以再繼續抓其他的 比如說我在這邊我還想要 抓 這個畫面 你就繼續抓 那他最大好處在什麼 你 抓過的範圍 比如說我這邊就把他抓起來 好你抓過範圍剛剛的話還在 所以你隨時可以再回來 那如果你要從這邊直接存檔也可以 有沒有這也有存檔的 或者你就直接複製了 就拿到 你的office裡面啊 教材裡面其他都可以用 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一些 這是 給各位看一下 那打字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應該大家就會的 好 這樣 好玩吧 對不對 OK 好玩吧 好玩喔 有些人可以